一、自然规律,这个因素比较专业,设计的领域也比较广,据说,从天人相应的自然规律来讲,人类的出生和月亮的隐潮力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夜里月亮对地球引力最大,隐潮力也大,月球隐潮力对子宫起收缩作用,可又导致妈妈分年,二、夜晚环境好,三、自然进化法则,目前最科学的理论推断, 是人类由圆猴眼便发展而来,而在早期的原始人类的捕育反应中,存在着肉食动物或其他危险物种的威胁,白天降生的幼儿因为羊水的血腥味容易招来外出逆食危险物种的侵害,而降低存活率,长此以往,为了种族的存续反应,在夜晚降生的婴儿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四、晚上促进公苏的激素分明多, 在于产期到来之际,准妈妈身体内的催茶素和腿黑激素分明增多,这两种激素有促进自宫收缩的功效,研究表明,这两种激素白天分明较少,晚上分明较多,凌晨达到高峰,因此在晚上这两种激素分明旺盛 更容易促进产妇分明,所以产妇发动大多是在晚上,宝宝自然就晚上出生率比较高 五、和受精卵结合时间有关 一般情况下,被孕夫妻都是选择在晚上造人,受精卵结合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因此宝宝通常会选择在夜晚出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